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12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习近平正在耗尽提振中国经济腿势的机遇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 我们先播报 9月1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 第一 香港经济日报9月12号报道说,摩根斯丹利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 外国投资机构对港股的参与度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 2016年外国投资机构对港股的参与度达到了39% 那么2017年跌到37,18年跌到36 19年跌到32 2020年反弹到40% 2021年下跌到26.7% 那么去年下跌到了23.1% 今年上半年基本上 只有24.6% 大数 也就四分之一,报告认为中美关系恶化,台海危机,中国房地产风险 以及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都限制了外资参与香港股市的兴趣 另外证券时报报道说9月7号港股有704只股票临成交 占27%,成交额在1万港元以下的 有将近1000只股 股票占37% 成交额在5万元以上的有1258只股票占 48% 德勤有一个研究报告分析 今年上半年香港新股市场的表现 报告指出 今年上半年香港只有31只新股上市 总共融资只有178亿港元 全球排名第6 跌出了前三 那么今年上半年 港股每天的日成交金额 只有1155亿港元,同比减少16% 那么基本上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不同程度的萎缩 直接导致投行业务急剧放缓 那基本上你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你可以看出来 香港正在失去 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么为什么 港版国安法 中共在香港乱搞,这就是结果 这是第1第2 新华社报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2号 在弗拉帝沃斯托克会见了中国副总理张国卿 张国卿表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运行 各个领域合作发展态势良好 中方愿意和俄方一道发挥两国地方合作机制 推动中俄合作持续向前发展 普京说,中俄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的时期 经贸等领域合作发展顺利,远东开发 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的增长点 希望两国关系将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今年1到7月份,中俄贸易达到1341亿美元 同比上升36% 那么预计在11月份会突破2000亿 那么提前达到这个习近平跟 跟这个普京说的,这个两国贸易要达到2000亿的目标 另外 BBC报导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9月12号已经抵达了 俄罗斯的海滨海边疆区 外界之前预计金正恩将会与普京 在弗拉蒂沃斯托克会面 但是金正恩的装甲列车接近 弗拉蒂沃斯托克之后又离开了,共同社报导说 金正恩和普京会谈的地点 不是弗拉蒂沃斯托克 而是位于阿姆尔州的东方太空发射场 普京和金正恩在会谈后将会一统前往 滨海的边疆区的产业城市工庆城 视察生产战斗机的工厂 第三 意大利共和报报导说,教皇方基各的特使 红衣主教祖皮9月12号到达中国 目的是斡旋乌克兰战争 跑到中国去斡旋乌克兰战争 这不是 原木求鱼吗 祖皮将在9月13号 会见中国总理李强,祖皮6月份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 将于10月份前往美国 上一次红衣主教访问中国是1989年 爱奇迦雷访华,爱奇迦雷也是第一位公开访华的红衣主教 罗马教廷教皇方基各刚刚结束对蒙古的访问 期间频频向中国喊话示好 但是中国方面不理他 而且禁止中国的主教 到蒙古和方基各会面 那么祖皮再去中国,意思就是 作为特使去斡旋 但是我看 我看是别有用心了,祖皮访问中国有可能 谈到在中国设联络处的问题 梵蒂冈和台湾有外交关系,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梵蒂冈一直在 向中国叩头,不断的叩头 希望设立联络处 但是中国大陆不感兴趣 为什么 他对宗教组织不感兴趣 他是消灭宗教的 第4 台湾国防部9月12号通报,当天侦察到20艘解放军军舰 在台海周边活动,这是有史以来侦察到最多的军舰 解放军的军舰 台湾军方人士研判 这些军舰是和 解放军的航母山东号汇合进行海上编组训练 当天还侦察到有22架解放军战机 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有13架战机越过海峡中线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另外 台湾国防部9月12号发布两年一度的 国防报告书,报告书评估解放军封锁 台海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而且有能力对台湾的港口机场 军事设施 对外航道实施封锁 同时切断台湾对外 海空交通航线 这意味着解放军已经达到了作战目标 估计是要军费了 另一方面 中国时报报导说台北国际航太展 将于9月14号在台北开幕 台湾中科院 研制的巡航导弹 这个二型攻击无人机将会第1次 巡航 巡导 什么巡导弹二型攻击无人机将会第1次亮相 这种无人机被称为台版的弹簧刀 那么二型无人机的体积 比一型大,可以用车载发射 也可以空投式的发射 台湾美国在台协会第1次邀请美国公司参加 参展的美商有40多家,包括勒克希德马丁 雷神,海事系统专家 诺格集团 通讯航太公司 L3哈里斯等等 第五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中国百大房企 北京石榴集团董事长崔薇 9月11号在媒体沟通会上当众下跪 恳求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供应商 再信他一次 再信任石榴集团一次 因为新业银行要求石榴集团把本年度剩余的英环本息 7400万存入监款账户 否则就会全部停贷 那么上海银行跟折商银行也准备有所行动 崔薇说,石榴集团总共总资产有600亿 负债是120亿 那么他们希望能够这个金融机构给他一次机会 所以 突然越说越激动,突然下跪痛哭 那么路透社报道说,碧桂园的债权人9月11号晚上 表决通过 将碧桂园6支境内债的还款期限 延长三年 那么这次没有通过延期的两支境内债,表决时间推迟到9月12号 那么消息一出,碧桂园 港股的股价9月12号 涨了10% 那碧桂园的债务总额是1870亿美元 那么9月5号他的利息支付宽限截止之前 他付掉了2250万美元的利息 那么9月1号 债权人通过了碧桂园39亿人民币的三年展期方案 另外恒大集团9月8号发公告 原定9月16号举行的境外债重组会议 延迟到10月3号 那么已经延迟好几次了 恒大集团就用这种方式不断的 把他的死期往后推 第六 新华社报道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9月11号召开理事大会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选会长 中央统战部长斯泰峰当选执行副会长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下属组织 98年成立是中国统战海外华人的代理机构 王沪宁当选后表示坚决反台独 那么另外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9月12号发布文件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把福建建设成为 对台示范区 深圳搞了个示范区,现在福建要搞示范区 文件的具体建议包括鼓励台湾人到福建去买房就业 那么推动福建和马祖通水通电通气 还通桥 那么金门居民在厦门享受当地居民的待遇 取消台胞赞助登记,鼓励台湾人申领 台湾居民居住证 我不知道谁会去申请台湾居民居住证 台湾选业快到了,那么中国又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基本上这个效果是反着的 台湾陆委会最近警告说,中国对台湾人不友善 出入境经常刁难,检查个人手机电脑 台湾人到中国的风险也在增加 那么中国经济又在走下坡路,供应链往东南亚转移 台湾现在要求干部 去东南亚工作,而不是去中国工作 情况已经变了 吸引力在下降 第七 中国教育部9月12号 发布校外培训行政处罚办法 处罚 10月15号实施 这个办法规定,对变相校外培训的处罚办法 那么包括网上培训,一对一培训,打着其他名号进行学科培训 都要罚 罚多少呢?10万以下 规定还说 擅自举办校外 培训的机构,对举办者 罚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你收了10块钱,收50块钱以下的罚款,就这意思 那么 取缔校外培训 那么现在除了取缔之外,还有罚款 主要的目标就是罚款 第8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江西南昌皮尔米罗幼儿园9月1号开学 5天宣布关闭 有26名家长已经支付学费,但是得不到退款 学费是3980元 那么微博视频上的显示,家长向幼儿园负责人追讨学费 负责人说资金链断链无力经营,那么学费也还不起 那么现在 全国各地 民办幼儿园越来越困难 那么倒闭,幼儿园倒闭已经成为一个常态 第9 BBC报道说,北非国家利比亚最近受 台风的影响 有2000人死亡,1万人失踪 1万人失踪 利比亚东南亚城 东部城市 叫德尔纳,因为大雨引发水坝 这个水坝掘堤 这个积水深三米,社区被淹没,有居民连人带车被洪水冲走 当地还发生山洪,将整片住宅区移位平地 利比亚政府把德尔纳 定为灾区,要求其他国家 协助打捞遗体 搜救幸存者 并为灾区提供物资支援 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表示,正在和联合国 以及利比亚政府联系,对灾区提供支援 第10 广东茂名9月11号下大雨 茂南区彭村湖鳄鱼养殖场的75条鳄鱼逃走了 那么这些鳄鱼 体长超过成年人的高度,有200斤重 那么茂名市消防公安围堵各个出口 那么现在只抓回来8条 75条鳄鱼逃走,只抓回来8条 那么被找回来的鳄鱼全部被击毙,目前有60多条还没有找到 那现在这个政府要求当地民众尽量不要外出,因为到处都是鳄鱼 11 科学进展杂志报道说,美国内华达州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鲤矿 鲤矿 储量价值达到15000亿美元 15000亿美元 那么这个鲤矿位于一个火山口上 长45公里,宽35公里 那么这个鲤矿总共有 2000万到4000万吨鲤 包含鲤的含量 那么这个鲤矿将会打破了 玻利维亚盐湖鲤矿的储量最多的记录 玻利维亚的盐湖鲤矿 有它的两倍 那么目前美国有75%的鲤来自澳大利亚和智利 那么这个发现将会改变全球鲤矿的供应布局 美国不仅解决了对外国鲤矿的依赖 而且可以出口 12 山东济南中级法院9月12号 以受贿罪一审判处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滨一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那么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么并且没收全部财产 判决书显示王滨一 受贿的财务达到了3.25亿 那么其中价值把价值5642 万人民币的外币存到他亲属在香港的账户隐瞒不报 那么王滨一被指和华融集团董事长赖晓明等交往甚密 那么赖晓明受贿是77亿 他也有3.25亿 赖晓明是 2021年的1月被判死刑 已经被处决了 13.网媒追新闻报道说中国驻老挝大使馆9月11号 向老挝政府发公文要求老挝公安局 公安部 尽快把中国律师卢思卫移交给中方 卢思卫原计划7月28号 从老挝坐火车去泰国 然后转往美国和家人团聚 当天上午他上火车时被老挝的公安逮捕 拘留到现在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去问他们要人 9月3号 四川公安已涉嫌偷越国境罪 对卢思卫进行刑事拘留 身在美国的卢思卫的妻子张春小说 至今没有卢思卫的任何消息 过去一段时间有60多个国际组织 要求老挝释放卢思卫 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第14 香港西九龙法院9月12号对来自中国的香港中文大学 法律博士生曾宇璇进行宣判 以企图煽动罪 判决曾宇璇有期徒刑半年 法院说曾宇璇6月4号在铜锣湾天桥 悬挂 印有国商支柱和六四字眼的巨型条幅 巨型条幅 曾宇璇是5月和6月和周峰所等人联系 说他企图煽动市民憎恨和藐视中国政府 这就是非常无耻的罪行 香港政府对这些判刑已经到了 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另外 香港警察国安处9月12号带走了前立法会议员 许志峰的岳父岳母 还有许志峰太太的兄长 可笑吗?相当可笑 警察询问他们是否和许志峰有任何形式的联络 或者是金钱往来 许志峰今年7月3号被香港警察通缉 指他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煽动分裂国家罪 目前许志峰身处澳大利亚已经取得当地律师的资格 骚扰他的家人 甚至骚扰他的岳父岳母 这是中国 香港警察的最新的行为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 习近平正在耗尽提振中国经济腿势的机遇 30年前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印度上演 印度的金融首都孟买正在成为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 这座印度西海岸的特大城市 这个城市里面有一道道的建筑围板,正在向世人宣告 孟买升级中 一条新的公路沿着阿拉伯海修建 缓解孟买的交通拥堵 一套快速地铁系统正在扩建 缓解郊区列车的压力 一条从孟买到新德里的870英里的货运铁路 正在赶工 将货运行程 从14天缩短到14小时 华尔街日报说,印度的基础设施破败不堪 长期制约着经济增长 现在印度正在致力于改善这一状况 孟买的建筑热潮就是这种努力的缩影 而且改变正在取得成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 印度资本支出和生产效率提升 是印度经济扩张的最大动力 过去10年 来自苹果公司富士康等外商投资增加了一倍 去年达到了500亿美元左右 牛津经济研究院表示 印度的基础设施有明显改善吗?答案是肯定的 印度的基础设施是否足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印度的基础设施仍在建设中 印度截止在2024年3月 的资本支出预算超过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7% 投资领域 包括公路、铁路、城市发展、住房、能源和灌溉 印度版的铁公鸡正在茁壮成长 追赶它的邻国中国 但是中国自己却在演绎着另外一个故事 翻盘 万万没想到的是高端消费 最先崩盘的是什么? 摩托车 去年这个时候 进口摩托车一车难求 而且二手车比新车还要贵 就在这几个月,今年来的这几个月风云突变 宝马 哈雷开始八折甩卖 本田川崎给钱就卖 上个星期杜卡迪宣桌子了,不分车型打五折 杜卡迪的V4降到了10万出头 凯旋火箭火箭3跌到了10万,去年是20万 20万的车价,今年跌到了10万 同样还发生在 手表 公路自行车 雪茄 还有茅台 茅台摇号抽中的深销茅台 一瓶供销商只赚200块钱 通缩从哪里开始 通缩从享乐性的消费开始 闲钱是没有了 或者是不敢乱花钱了 现在有钱呢,要么提前还贷 要么用在生活必需品上 这就是通缩的厉害 但是 并不是说中国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经济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因为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但是一旦解决办法本身出了问题 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华尔街日报头条报道说,这题目叫 习近平严控权力 阻碍经济体 中国提振经济 报道指出 习近平过去10年不断强化对中国经济决策的掌控 面对最严重的经济放缓,习近平的集权 拖住了中国出台应对举措的脚步 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从发改委到财政部 到住建部 至少与经济学家举行了十几场 讨论会 征求他们的意见 一位参加了6月份两次经济会议的经济学家说 你可以感受到房间里的焦虑气氛 这位经济学家说 参加会议的专家共识是 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刺激经济增长 之后的几个星期没有动静 国务院要采取重大决策 首先要得到习近平的同意 过去几个月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零打碎敲的措施 比如温和的降息 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全面稳定经济的程度 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成为拖累经济的最大因素 但对于放宽房地产限制的政策 政府仍然十分谨慎 因为这些政策是习近平决定的 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陆挺说 要确保经济复苏 需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比如拯救大型开发商 麦格里集团的经济学家胡伟俊说 现在的问题在于 如何在不刺激资产泡沫的情况下 提振房地产行业 官方的经济日报8月23号发表文章警告 不要鼓吹房地产泡沫 防不住不炒必须长期坚持 文章强调中国不能重走 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 房价过快上涨的老路 这篇文章引发了有关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新的争议 那我的分析 从中共内部 中共系统的内部 到国务院系统 从中央政府 到省及地方政府 现在弥漫着一种特殊的矛盾情绪 这种矛盾情绪表现在 外债表现非常极端 内债 相当萎靡 那么 当前中国经济 在最急迫是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房地产 第2个领域是人民币汇率 第3个领域是地方债 那么先说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上个星期是大跌 因为出口数据不佳 加上人民币人民银行的持续货币 货币宽松 那本来呢 你货币宽松嘛 然后你出口数据不好 那市场 这个人民币汇率下跌是一个很正常的市场反馈 但是人民银行昨天就星期一 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回应 做两件事 第1个 对商业银行代客的外汇买卖进行了严格审查 5000万以上总行审批人民银行总行审批 那么其他一级一级的 都要审批全部都要交给人民银行审 这是第1个,第2个外管局 外管局召集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的会议 在会上发狠话 什么对单边顺周期的行为要纠偏 坚决对扰乱市场秩序 秩序进行处置 这个用狠话来吓唬这些市场参与者 这是第2第3 要求国有商业银行抛外汇拉抬人民币 那么这些行动 叫什么 我们把它叫做 唐币挡车 唐币挡车只能说明什么,说明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已经潜离 只能用这种低级的招数 来维持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汇率能维持住吗 根本保不住 这种拉抬的方式 我还讲这句话 只能给炒家提供获利空间 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人民银行无法阻挡 就算你填进去3万亿 外汇储备 也没有用 为什么,因为这是经济规律 潘工胜的行为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低学历的行长的素养 和品格 今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业绩应该会非常的惨 一方面房地产业务会出现亏损 另外一方面外汇业务也会拒亏 所以 如果大家持有这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票要谨慎 那人民币汇率市场期望的是多少,下一个点位就是7.6 7.6是下一个点位 那8远不远呢,8就不远了吧 8就不算很远 那如果 人民币要真的到了8会是什么情况 我们大概的分析一下,第1个 怕债中国国债市场的外资会疯狂出逃 这个不用疑问吧 这是第1个,第2个 开发商的美元债会持续暴雷 你从6点几 6.3,6.5 到了8,你想想这开发商的美元债会持续的暴雷 那开发商要是美元债暴雷,那破产就无法避免 这是第2,第3 银行 商业银行会受房地产业务的冲击,这个没有疑问 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我认为就是进口商品,成本暴涨 粮食石油天然气芯片煤炭 因为当你人民币贬值的时候 那进口商品的价格就会上升 第5 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港元 港元的连续汇率就有可能被攻击 这是第5,第6 国内的资金 外逃会加剧 资金大量的外逃,房地产价格 就保不住 所以这是潘工胜非理性行为的原因 但是用这种方式我认为是没有用 那我们再讲房地产,房地产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信心 那么陆挺说,说要救这个大型开发商 就是针对信心 但是 中国房地产政策 反映了习近平,在习近平的干预之下 中国的经济政策 既破碎又凌乱 我讲几个最近采取的一些政策 第1个 北京取消了二手房参考家 海淀区房管局说,可以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对外展示房源信息 那么北京的地产中介也说,从9月8号开始 可以根据市场价挂牌了 这是第1个,第2个 广州啊 广州很特别 9月11号 实施新的房贷优惠政策 那么一套房 二套房,就是首套房跟二套房 利率 利率跟首付一样 真的有点奇怪 首付30% 利率是LPR减10% 就4.1 一套房跟二套房 一样 那就鼓励炒房了 这是第2,第3 深圳取消了限卖令,允许港澳居民 不包括台湾 在华侨 港澳居民加上华侨 在深圳买房,买公寓,买商铺 这是第3第4 广州取消了新房限价 允许新的 开发商 新楼盘,根据市场价格涨价或者降价 那么这些政策都相当零碎 相当零碎 它没有统一推出,也没有全国性的推出 能不能改善市场信心,当然不行 这对当前的房地产市场 产生的影响有限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不是他不会做,不是 这正是官员们想要的 效果 因为习近平没有放弃房住不炒的政策 所以这些官员只好把这些政策 拆散 零星的落实 那这样对房地产 恢复信心有帮助吗?没有用,基本上 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市场 正在崩溃当中 市场信心 正在瓦解当中 房地产公司,无论是民营房地产公司 还是国企 经营状况都非常的差 这是第2房地产市场,第3 地方债 真正把中国经济拖入深渊的是什么 是债务 地方政府的债务 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底色 地方政府,大家不要忘记,地方政府 占当地经济资源的80% 如果政府没有项目,政府没有动作 整个城市就没有活力 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复活力,增长乏力 原因是地方各级政府 没有钱了 而且不仅没有钱,还借不到钱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9月11号 在北京出席 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工作座谈会 那么李鸿忠说,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 听局和审议 国务院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制度 是切实 防范 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的决策部署 要坚决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实行稳增长 李鸿忠强调要推动科学合理确定政府债务规模 突出监督重点 深入开展调研,综合运用监督方式方法 发挥人大代表和专家智库的作用 到现在还在 研究这些方法 该不死定了 所以为什么地方在 控制不住 因为没有人在控制他们 根本失控 地方债 地方政府的地方债 完全失控 地方政府的地方债总共多少?96万亿 记住,这是万亿 基本上 地方政府的地方债96万亿 把整个中国都卡住了 经济完全动不了 举一个例子,重庆 重庆 重庆2022年的数据 今年比去年更差 我们就讲重庆的数据 重庆市政府 它的债务总额 市政府的 市级政府的债务总额是 1071亿 1万 这是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是3181亿 专项债的余额是6891亿 那么其中市级债 市政府一级的债 2965亿 区限的债务余额是7106亿 那么城投债 城投债大家都知道,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余额 比市政府的债还要多,市政府只有1万亿 城投债23887亿 全国排第11 全国排第11,就是中间数,中间的位置 那么 也就是说 重庆市级财政的债务总额 34000亿 34000亿 重庆市的人口是3100万 人均负债 市政府的债人均负债 11万 那么重庆的收入中位数 56000一年 重庆收入中位数是56000块一年 那要把这10万11万还掉 大概需要小两年的时间才能还清 还清这些债 但是一番钱都不能花 不吃不喝 两年时间 才能还掉这个政府的这些债 那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多少 政府的财政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00亿 政府性的基金收入包括卖地 1700亿 1757亿 加在一起 重庆市的财政收入 只有3857亿 但是他们债有34000亿 3800亿的财政收入 有34000亿的债 债务率是多少 8.8倍 债务率达到了8.8倍 那么重庆市政府每年 要支出的利息2000亿 2000亿占财政收入的53% 也就是说 重庆市 各级政府从市政府到区政府 到交线政府 那么各级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 要拿出一半多 还利息 而且他新发的债只能是借薪还旧 就是 本金是还不上的,先还利 就主要是还利息 那剩下一点余额才是 所以你是一个这样的财政状况 你有多少钱搞经济活动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如果房地产起不来 地方政府10年之内 动弹不得 地方政府没有一个省 在10年之内有任何的作为 为什么,因为债实在太多了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通缩 通缩的后果是什么 通缩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地方债 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会增加 我昨天看了个帖子,我觉得说得很好啊,其实 其实大家清醒的人还是很多的,这帖子说得很清楚,他说 过去几年中共的各种奇怪的举动 对科技企业 对金融机构 对教培 对游戏 对房地产 各个行业 胡乱的打压 胡乱打压,这很 很精准的描述 在外交上采取战狼行动 无理取闹 搞得天怒人怨 外资撤离 工厂搬走 那么工人下岗 房地产暴雷,人心惶惶 他结论说什么,他说最新推出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草案里面那些 苛刻模糊的规条 意图是 增强政权的伤害能力 意图是通过强化对人民的伤害 强化制造社会恐惧 和痛苦的能力 达到继续统治中国的目的 这个帖子写得非常好 还有个帖子 他说,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一个问题 大家被34条第34条的第2款第3款 吸引了中共注意力 忽略了其他的条款 他说你应该看看 第29条的第4款 就是寻衅姿势,其他的寻衅姿势 第47条的第2款 第54条 第59条 骂警察会被刑拘的 第76条裸露身体的问题 第84条 就是你很多东西都可以做毒品的了 第87条 第100条,100条是什么?无限搜查权 第120条 一个警察也能罚你 这里面最重要,最值得一提的是什么 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把签发搜查令的机关 从检察院转移到了哪里?公安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 充满着,这是我说的,不是帖子说的 充满着对人民的恶意 这个法律 根本就应该废除 网上还有一个观点,讲每次经济收缩 这个人文环境就会恶化 他举一个意思是 2029年 29年大萧条 出现了什么,纳粹希特勒 70年代末大通胀 这个伊朗 出了个霍梅尼 那么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灭 那么这个 日本就出现了这个冷感 极端言论 这个观点说这个经济上升,上升的时候社会流动增加 社会流动增加的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心怀希望 所以社会心态很活跃 经济进入衰退区,大家对上升的希望失去了 对社会上升 失去了希望 要么躺平 不婚不育 甚至不消费 要么就激烈反抗 成为激进的反抗 我认为 中共推出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 就是人文环境恶化的其中一个表现 他除了 激化社会矛盾之外 中共通过这个 来做什么 做自我安慰 这是中共的一个自我安慰的行为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 我们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最近五毛超多 请大家尽量帮我们点赞好吗 鸣谢 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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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预计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可能会采取更为恶心的 技术手段 比如提高隔夜利率等技术手段 来进行汇率防御 进一步抵抗 长线做空 但是中国经济这个局面,目前的行政手段 和技术手段 没有办法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基本面 而且看空人民币已经在国际市场形成共识 不是人民银行单边可以扭转局面的,说得很对 市场上基本上已经有共识 人民银行 星期一那些动作基本上 叫狗急跳墙吧 观点,招数越狠,证明问题越严重 瓶子越高,证明问题越紧迫 没有医生会对感冒使用化疗,再拖下去 当化疗也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 习近平只能听天由命 彻底躺平了 当印度越南等国真正取代中国的地位时 即使习近平转弯 即使中共换马也回天乏术 因为届时华尔街对中国的青睐也失去了必要性 提问,每天 10点15分,央行公布人民币中间价的时候 只要中间价拉升,离岸人民币汇率就会拉升一小波 按照这个规律 出于保汇率的需要,为什么央行还要偶尔 拉扁中间价,导致离岸价下跌 如果你只有单项操作的话 那你不是送钱吗 对吗 你就送钱啊 我们如果只是 只是一根筋操作的话 那死蛋蛋看了 情况,供之于长三角 各三本高校 跟院长去市里开会 得到两个确定消息,一 全省 全省长三角,全省江苏或者是浙江 体制内降薪20%确定,二 由于习近平去黑龙江时说了振兴东北 黑龙江所有的大学有博士学位的教授 禁止去其他地方任教 死定了吧 不允许辞职,预计全东北后跟进 这个消息来源是有一个,一本高校引进一个辽宁某大学的教授 突然被叫停 疯了吧 疯狂 疯狂 提问,王老师能帮解读一下 这个有什么新趋势 澎湖新闻9月12号 交通什么意思 发布市场化转型说明 两家企业表示 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已经清偿完毕 今后不再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职能 承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浙江多地 多家企业宣布退出 政府融资平台不再承担政府举债融资的职能 地方融资平台 拿着地方国企的资产作为融资的 有的拿来抵押,有的拿来做各种各样的操作 那么这些企业呢就经常会被 会被融资平台 叫什么 关联 万一融资平台倒闭 他也会受到牵连 那现在呢就 把牌子举起来 说那 我跟融资平台没有关系,我没有融资 我们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已经清偿完毕了 我们融资平台不会再拿来拿我来做这个融资的职能 意思就是万一他倒闭 跟我没有关系 撇清关系 就这个意思 情况,2022年全国老赖 不要叫别人老赖 我不喜欢这样讲,为什么要叫别人老赖 因为这里面失信有很多原因 失业了你怎么办 你说失业了还不起 怎么办 所以不要叫老赖 我不爱叫老赖 你为什么要跟着地方政府 跟着政府去说这种事情 情况,今天看到雄安烧了6000亿建起来的新城 雄安国际饭店穷奢极次 好大一个园子耗资45亿 市区街道并不宽 据说无法承纳几百万的疏解人口 央起压根抗拒搬来雄安 阻力很大,这里政商环境恶劣 官员们恃宠而骄 动辄把千年大忌挂在嘴上 掏空了河北财政盖的这个雄安 即使雄安挂职官员也没有人看好 他们无非是这里镀金一下,提拔了就选择回去 习的蛮横固执偏执 造就了他烂尾王加速师的美誉 败家娃呀 观点 党军是没有技术管理经济的 OK,情况加提问 我是做化工产品的公司 7月下旬开始 几乎所有的被三桶油垄断的大宗产品开始涨价 到现在几乎涨了30%以上 目前还没有 值涨的趋势 我们出口量直线下降,请问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不知道 国企涨价就是为了解决 政府 其实是一种税 其实也是一种税 国企涨价 这就是 为什么政府 要控制 原材料 通过国企去控制原材料,就在这里 当他税收不上来的时候,他就原材料涨价 原材料涨价 然后他再次去国企那掏钱 就是这样 基本上就这么干 观点 固执已经成为整个 习近平执政团队的标签 习近平过去顽固和交横 塑造了这群人的 盲 盲事的执政风格 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愿景 宁愿歇斯底在泥潭里挣扎 也不愿意正眼看一下 手边的绳索 按照习近平的作死效率 留给中共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我劝中共的老同志们也别折腾了 看看中国年轻人学学他们 躺平挺好 静待这个荒诞的政权结束 爆出那一束绚烂的烟花 观点 建议 对于在国内还不能出去的兄弟姐妹 管理自己的情绪比如不要轻易的与人争执 控制自己的某些瘾 对我来说比如酒 还有就是锻炼身体和坚持学习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何况在当下的情景下 无一比任何投资都会拥有更稳妥高收入的投资 如果实在受不了那就请找 找一种不伤害他人不违法的 方式发泄一下 方式方法按照自己的情况来 没那么惨吧 我是这么觉得 把自己的心态管理好,这个是需要的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这更需要 把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家人照顾好 也是非常需要的 但是最最重要的 要有更长远的眼光 更长远的眼光 对你的未来很重要 提问 最近很多政经评论人士都有一个观点 说习近平准备放弃经济了 我没有看到 请问王老师怎么看,他的认知真的只需要政治安全,自己安全吗 我没有看到这个观点说习近平准备放弃经济 任何一个国家放弃经济意味着什么 那就饿肚子呗 他自己也得饿肚子呀 我不觉得有这样的事情 我不觉得 习近平只是不懂 他只是 他认知有差距,他并不傻 你说他放弃经济 那不是讲他是个傻子吗?习近平不是个傻子,他是傻子,他做不到今天的位置 他只是认知有问题,他没觉得这个有多么 你比如说房地产,他不觉得房租不炒有什么问题 就像当初 当初他不觉得动态心灵有什么问题 然后发现原来有人上街已经喊打倒共产党 他就震撼了,他觉得还有这样的事情 理解吗 他是认知的问题,他并不傻 所以我不觉得有这回事 说这个习近平准备放弃经济 我 我没有这样的,至少我看到的情况 不是这样,不是他要放弃,是他不认识 提问,中共发展党员的时候基本都是提拔成绩优秀 按理说这些人都很聪明,很有能力 很多老百姓也是这么想 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干好,请问王老师他们为什么现在烂成这副样子 他们的聪明劲都没有放在正道上 最核心的问题 他的聪明劲都 都放在怎么收拾你了 没有把事情干好 理解吗 这就是为什么事情会烂成这个样子 他的聪明劲全在收拾你的这个问题上 提问,按照现在的情况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后半年和明年汽车市场的走向没有 我不知道 这不是我的工作 鸣谢唐伟,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明年! 上OWN 字幕 PAGE 实收益 我们下午 有收益